現在請白帥乾議員開始 主席 司長 各位官員 各位同事 司長 其實這兩位同事 市民都有關係 長治久安 但任何保證長治久安的人去執行 只是講和寫都不行 司長 回歸了之後 真是要表揚一下你們 澳門治安確實有進步 真是全賴你們領導有方 大家兄弟的同心協力 尤其是全體前線人員的努力 不過 司長 你都是很有前瞻性和實事求是 你亦都說過 對於最近在傳媒報道 很多負面的新聞 所以司長 其實關閉第一 市民很擔心 澳門的治安 真是能不能夠長治久安呢 司長 換位思考 其實專家學者認為 甚麼企業或者部門 要達到預期的目標呢 最重要就是要有人才和有士氣 但怎才培養到那些人才 留住那些人才和有士氣呢 所以今天呢 就請教那些專家學者 講講人力資源管理的問題 那怎樣才可以培養到那些人才 留住人才呢 和有士氣呢 那其實呢 三大要素 升職加薪福利好 那當然呢 還要是有些好的上司 那這也不用說了 你們是上司 那不如只說升職加薪 和好福利的身上 那其實打工仔呢 會不會是思考最重要的是甚麼呢 那是 那是 還有 大家對工作的認同那種滿足感 那是 人工和福利當然是一個重要指標 那些東西那麼貴 那不是怎樣養妻活兒和供樓呢 那是 有英明的領導領導他們去做事 那當然是事半個 那所以在這裏呢 那就是 其實大家真心地感激你們呢 那是連資 那回歸後呢 你們做了領導 堅守崗位了十幾年了 那但是隔壁的一哥呢 滿三四年就換 那都換了幾屆了 那難得你們還在這裏 繼續為澳門服務 有澳門心 那但是呢 你們有沒有想過 其實每一個人都會退休 那你們有沒有想過 可以培養接班人的問題呢 那專家學者說 那人力資源的管理理論裡面 最佳的激勵的方法就是 其中也是 加薪啦 很福利啦 升職啦 那剛才也說過啦 那但是 現在 市長 雖然你們這些領導 不怕艱辛 堅持在崗位為澳門服務 真是一個好的榜樣 澳人治的好榜樣 但是不知道你們是否知道 如果是這樣呢 是會減少了很多精英 向上流動的機會 起碼沒有機會 給他們學習和發揮 那況且 最大的問題就是 最大的問題就是 當那些精英 有利益的時候呢 他的年資又夠了 那他退不退休呢 那這樣 你們說公不公平 那大家說是不是公平呢 那因此 大家覺得 如果社會必須要你們 繼續留在這裏 就是留在你們的肉體在這裏 去保護澳門的治安的話呢 那你們是肯繼續為澳門服務 共血 那其實是好事來的 起碼證明澳門人 是肯承擔和爭氣的 那但是 澳人治澳 那大家有沒有 下面沒有得升 可能會影響士氣 那專家學者認為呢 在這個情況之下 都要 搞平衡的 又怎樣呢 可不可以加點點數給他們 就是他做得 又沒有得升 加點數 就是加點人工鼓勵給他們 要不然 又沒有獎品 又沒有獎金 那怎樣維持士氣啊 那未退休的都想退休 退休的 就退休 走 那 事業高不高呢 那個例來講 舉個例啊 司長 聽說總長級以上的高層 有十六個 其中呢 有九個都夠連資 退休 那請問一下 司長 你們有幾多的 司長 局長 聽長 的人才處秘者在這裏呢 市民真的很想知道 因為他們很擔心 澳門能不能夠長治久安 那 司長 對於未來警隊的高層 那有沒有什麼持續發展的培養計劃呢 可不可以學崔特首那樣 就是成立一個由他直接領導的警務人員 人才培訓委員會 科學這樣規劃人才培訓的長遠的發展 增加這個資源 建立一個優秀的警隊管理 那這個才是長治久安的辦法 大家說是不是呢 還有 你們有沒有發現呢 近期呢 在報紙上看到 中央招聘128個職位 有萬多人認證 那但是呢 前線警員呢 就每年流失一百個 那聽說空缺有千多人 那但是一幾百人認證 那還有呢 好像引體上升 體能就要五下還是幾多下 那但是很多過不了算了 畢業過得也算過得到 那其實呢 就是質量下降了 那但是 怎樣我們可以吸引到那些人入行呢 原來 說 喂 紀錄部隊的特別職情有危險性 那那還年打工務員工 不如去打諸葛幹局長那些工吧 那這樣 那去光了那邊認證 那因為為什麼呢 做一個問題就是 你知道不知 雖然警隊的起身 即是紀錄部隊起身點都很高 不低 不過現在都樓價那麼貴 一旦有什麼意外的時候 失去了家庭之處 那整人家都沒有了這個 安身立命之所 那在福利上 是否可以 因為你們是特別職情 可不可以考慮起那些紀錄部隊的宿舍給他們呢 鼓勵他們入行安心呢 其實這是我連年都提的了 今年是時候都要 司長你反思一下 因為你是特別職情可以想一下的 不是你真是沒有人入行的 你看現實就得了大話怕計數 是不是呢 還有呢 先租後賣 按他們那個公職 連資 如果有老窩的 又加兩分給他計分 讓他快些可以買樓 不知道這件事行不行 司長你考慮一下 還有呢 講開福利又講一下 嘩很快 還有一分鐘 即是呢 在這個紀錄部隊有些人和我反映 在他們的工作是44個小時 一般公務員36個小時 那麼計算一個小時來講呢 他十年呢 就等於人家的十二年 因為要加班 又要高層呢 24時韓國 其實以前十加二這個做法呢 是好的 那麼可不可以提回這個十加二 這種模式鼓勵前線的警務人員呢 因為你要輪職 還有你的工作時間 比一般的民職是少的 鼓勵多些人做紀律部隊 還有呢 在這個有些清師姐說 我告訴你 保安學員 他成為治安警之後 1991年 包括呢 有警察、海關消防等等 那麼呢 他們那個 享受特別價的這個權利 是被獲取的 那麼呢 司長你曾經是答覆 是不是你講 因為 保安學員說 他們訓練的時間 要收政府人工 但是呢 為什麼 唐曉晨議員 多謝主席 司長 我 有兩個問題呢 是想向司長你提問的 第一個呢 是在 早前發生有 非法入境者 由澳大橫琴校區 進入澳門的事件 雖然已經過去了 但是呢 我認為過去的事呢 我們仍然是要想方法呢 避免它再次發生的 上請問司長 在這件事發生了之後 政府有沒有 為了將來發生這樣的事情呢 採取一些什麼措施呢 第二個是 其實很多同事都提過 在 越浩新通道啊 廣州跨境大橋啊 等等項目即將 落成 澳門的這個 旅客也都越來越多 加上呢 前線工作人員的工作壓力很大的 那麼 這一點呢 我不是一個問題 是 司長你表達一下呢 你會提出這個前線工作人員的壓力 要規劃好這個 人手增加的需要 就這兩點 鄭安庭議員 多謝主席 多謝司長 各位官員 各位同事 那麼我都是 講回呢 其實在 有官員都講過呢 澳門人呢 有八成的居民都是自住物業的 那麼這番說話呢 都觸動了我們澳門大部分 市民的神經 那麼住屋問題都困 我們市民都很多年 那麼這些都是民怨來的 那麼有些學會呢 他們在政府施政報告所作 調查的都有講 公屋建設和樓市調控呢 連續三年都是在 市民最大的訴求 那麼這些政府呢都一直都在 達不到市民的要求 那麼家庭是我們中國人的核心價值 那麼普羅大眾每日都 都都捱耕底夜啊 上班啊 為了都是安居樂業 但是現在樓價這麼高 經屋又不足的問題 令到大部分市民都是苦不堪言 那麼現在對市民眼中很穩定的收入 鐵飯碗的紀律部隊啊 公務員啊 那麼都是受到同樣的問題困擾 那麼自回歸以來呢 政府沒有提供警察的宿舍啦 又取消了長樑制度啊 但是它減低了紀律部隊 人員退休的生活保障 那麼也都很難吸引我們這些年輕人呢 參加紀律部隊的工作 那麼對於新入職的保安人員 或者特別是獄警 那麼他們對於有沒有住宿保障 有沒有長樑的福利呢 那麼他們還要捱耕底夜 還要靈距離 那麼對著這些囚犯 那麼他們冒著生命危險地去執勤 那麼我們覺得這些 這些新進的保安人員 他們有沒有歸屬感呢 那麼有很多我們的紀律部隊 那些人員都跟我們講 那麼我的理想是做警察 但是做了警察 我都是人啦 我們有養妻活兒 但是現在京屋沒有我份 買私人樓我又買不起 那麼每日拖著架出街 今天真的不知道明天是喔 那麼但是我們的生活有沒有保障呢 我們都可以全心全意地去保護澳門市民 另一個紀律部隊的人員 就是我們都是跟我們這樣講 我們每日留住生命危險 那麼我們都希望正常可以提到 或者是 給那些機會讓我們 讓我們到遠景 讓我們到將來 可以讓我們努力向上 可以升職 也可以吸引更多的年輕人入行 那麼在 剛才都講述獄警 那麼他們每日都是零距離接觸囚犯 那麼這些工作其實對於其他的公務員 他們的危險性都是很高的 那麼 那麼面對更多人手不足 那麼施掌 那麼施掌 我想問一下 這些部隊其實都跟你一樣的 肩負著保護市民的生命財產的責任 如果 如果 你能保護 他們的生活 能夠安心地 服務 減少造成前線人員的流動 確保紀律部隊的穩定性和質素 最重要都是市民 那麼 想問問師長 你們聽不聽到 他們平時的聲音 那麼在你們的引介之中 在你們的引介之中 第十五項 他們都指出 我們會爭取投入更多的資源 以改善人員的福利和待遇 創造良好的工作環境 提升士氣 換發精神活力 構建健康職業發展的途徑 那麼我這裡都看到 師長是 其實是很有心地為我們的警隊 的福利 謀福利 那麼 希望都 出多點力 為我們的警隊 可以 為了 公務員宿舍 或者警隊的宿舍 可以 表達一下你的 心聲 那麼在這裡就 還說一下 師長會不會向政府 爭取一下短期內 或者增加房屋津貼 長期 興建這個公務員宿舍 那麼其實呢 可能你說 建屋容易 但是找地 但是呢 我們現在有 現有的警局 其實 現在已經 夠不夠用 我們希望可以 充分利用我們的警局 可以 拆掉它 是不是 起高一點啊 或者下面可以 建些停車場 然後 你警局的外形 可以現在用回 現在前一陣子 我們之前 前幾年的 我們新馬路 B&U都是 做回之前的歷史 上面可以建高一點 可以做 警察宿舍 地下 那麼你現在又說 買這麼多車回來了 又衝鋒車又有車 那麼你停車的車放在哪裡呢 那麼都要是有停車場擺 那麼我們希望有這些 這樣的建議 司長可以 可以做得到的 那麼第二點 我想說說 外來人員 在澳門的犯罪 那麼在回歸以來呢 我們博彩業 蓬勃發展 那麼加上自由行的政策 我們大批的人士 都來澳門 旅遊啊工作 那麼在十幾年來呢 我們都 取得很大的成果 但是在社會高速發展的同時呢 我們都衍生了很多罪案 那麼外來人口犯罪呢 更加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 那麼根據司警局統計資料顯示呢 涉及博彩的刑事案件 由2009年 476宗急升到2012年的673宗 而根據澳門監獄資料顯示呢 以判刑之在囚人士 過了半數的原居地的人呢 都不是在澳門 數據反映呢 外來人口的罪案 對社會發展呢 都帶來很負面的影響 外來人口的激增 令本澳的罪案不斷增加 這些外來人口對澳門 從事黑工啊 賭場借貸啊 偷撤啊 行騙啊 違法活動 並呢 躲在那些非法旅館之中 成為罪案的深溫床 那麼在早前呢 在賭場門口發生很多謀殺案啊 在新口岸區為例啊 那麼有些居民反映 每晚在賭場附近都聚集了 一大批的那些 不是本地的人士 外地的人士 他們從事高利貸活動啊 向途人招手啊 向旅客招手啊 甚至乎問他們 需不需要借錢啊 那麼有些 但是有些 當賭場附近沒有什麼遊客的時候 他們都會慢慢的伸延去我們的居民區 那麼這樣呢 直接是影響我們澳門市民的生活 那麼也影響我們 作為澳門旅遊城市的形象 那麼希望師長呢 就有什麼對策 有沒有派專責的小組啊 去打擊一下 巡查一下 那麼希望可以令到 這些罪惡呢 可以得到有效的打擊 而保障我們澳門居民生命的 和財產的安全 多謝 謝謝 吳國昌議員 二零一四年政府施政方針最大的缺陷 就我認為 也正如我當面校行政長官的提問 就是說一系列熱點的法制建設的工作 在二零一四的施政方針裡面 是失蹤 本來應該籌備好 或者是急需要解決的法制建設問題 是在法律統籌不力底下 四的施政絕不落 完全沒有提及到 好 福也到了這一點 就是黑工 這七個僱主 也就是將僱主入罪的工作 還有不可見傳 這些僱主的僱主 在法外 那麼市長也都說明的了 整個警察局也都是 不斷提供 監察協助 在社會協助的緣會 但是結果呢 在社會協助的緣會 是不斷提供 都會說 發主逍遙法外 保安市 心安利得 大家市民 大家市民 在社會協助的緣會 是怎麼比這麼不負責 另外 我們青少年 發生的問題 原則 政策上的落差 是導致 所以 那麼 這件事 都告訴我們 司法警察局 也都已經 一張意見 給了 禁道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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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依然是保安市 市場環囚裏面 我在這裏 就追問一下 那些 關閘裏面 三不管地街 調查 發財巴 裏面 顯示到的 那些 懷疑是 特別駕駛 執照 本來 就可以在跨境 一點對點 來運輸 車司機 被濫用 做了黑工 過來 開發財巴 的問題 那經過昨天 是 政策警察局 一輪的答覆 吞吞吞吐套之後 就告訴我們 聽 政策警察局的立場 就是 他們在三不管地大 那裏 我們管不到 是吧 過了白線 就不是我們 回來之後 就雖然 這些車是沒有 正式的出境入境 但是 無論如何 它就算是已經過了界 那即是甚麼意思 即是不需要執法 情況就是 無論你 怎樣都好 這些發財巴的確 是由我們 在我們的 關口 去賭場之間 做一個是境內的 點對點運輸 不是跨境 就點到 點運輸 是不是 市中警察局 就因為它 繞一繞 這個三不管地大 告訴他們 你去 是不是這樣的 態度 給我們市民 因為現在的情況 無論是剛才 追不到的那些 雇用黑工的 僱主問題也好 或者是 青少年級 犯對的 那些人事政策 落差也好 有關當局最低限度 都有意見 提給有關的實態 做事 他們做不到事 我們會追他 但是 這種情況 就是說這種 這種這樣的 三不管地界 調頭 跟著 市長 正式解釋 說 你都在法律上 算數了 是不是 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在澳門 內進行 點對點的 服務集團 合法 就算不是黑工 是長期 是官商勾結 容忍這些行動 發生 也都不作任何的報告 給任何的實體 包括在管路 的實體 管交通的實體 去正視這個問題 當然我都希望具體講清楚的 就是說 他在關閘三不管地界 調一調頭 照計他不是正式的出入境 是沒有正式的出入境紀錄的 作為我們去緝捕黑工的時候 在澳門裏面 看到 他真的 找到老牆 找客人去關口 這個司機 是特別駕駛執照的 不應該在澳門 從事服務的人 作為一個警員 是 足夠的事實 是 不可以 檢控 照計是 實質上 他不是跨境的 運輸來的 是 他是跨境 內進行 運輸服務 那完全是國際勞工 是黑工 在具體上 來說 警方是否認為這樣 不可以執法 如果 認為是的 長期包庇的 不作任何的報告 我覺得官商勾結 但如果不是 是的 其實 那些 特別駕駛執照的司機 因為 良心發現 良心驅促 無論如何 做些甚麼 夢遊 那個景 自己舒服些 但實際上 沒有任何的 合法的紀錄 他說他跨境的情況之下 捉到他 照計依然是 可控的 那 這個問題 是否真的 妨礙了你進行 在這方面 希望 是具體來解釋一下 那當然 我最後一提 就是說 賭場 都有些黑工 警察來到 Camp看到 就 地盤裏面也都有 那個知情者 都很希望 是不是能夠建立到制度 真是容許 知情的人士 在現場的時候 跟立法議員 或者是工會代表 在現場跟警方合作 旅應外合 緝拿這些 無論賭場裏面 一群的黑工 或者是地盤的黑工 是不是可以有信心呢 是開始建立這個機制呢 最後呢也都要提提 就是今年 就是 6月30號 就是一群市民遊行 去到 很恐怖 跟著解散 走上去主教山 就被警員難作 那現在呢 事實證明 在中心法院的裁決 就認為 不是喔 主教山的公園 不是 完全 不適宜 進行示威集會的喔 中心法院已經有 這樣的裁決 再加上 就是說 局長呢 公開的 開記者招待會 也都說 抓了6名市民 扣留超過6個小時 當他現行犯 那樣 說他怎樣 犯了什麼犯 警察已經全部 現在呢 歸當處理了 沒事了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當事人要求警方檢討 有沒有濫用警權 那警察有什麼回應呢 那最後呢 你都提提 在警察方面呢 就是現在入職的警員 的學歷已經提高了 那高等警校的收生 是不是應該 絕大部分 因為呢 應該就是那些警官 都應該希望他有 警員的長期實踐 然後擔當高層警官工作 那至於警察的 或者紀律部隊人員的宿舍呢 如果在澳門 現有的大人員之地 找不到地方 是不是應該 及早提醒 在田海新城 澳人澳地裏面呢 應該完全有足夠版塊 可以為了 紀律部隊 提供真正的 比較全面的 退休 或者是現職的宿舍服務呢 多謝 請司長 請司長作有關的會議 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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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gredient Competitor 鑫動 tutor 坐坐坐坐看 然後 Theo 在1月1日 政客警察局會有三個新的警務總長會晉升 也有五個副警務總長晉升 也有其他的獎勵晉升的程序都在行動 澳門警隊的情況和香港是有所不同 大家知道1999年回歸的時候 高層那些一走就走了 變成我們中層那些上來 香港因為它本地化很久了 所以它形成了一個梯隊 通常警務處長做三五年 或者消防監獄處長三五年就會退休 就由其他的副手系員接任 我們剛才說的原因 所以情形有所不同 我們重視這個梯隊的接班安排 我們升總長之後 有需要的時候也會開這些指揮課程 給這些警務總長 當然要經過一個挑選的程序 認為是值得培養的時候 就會委任他讀這個指揮領導課程 讀完之後就有機會被任為副局長 即是做這個副警務總監 或是做這個局長警務總監 那麥尚權議員呢 那些資料都很清晰 那麥尚權議員呢 16個總的9個已經夠時間 夠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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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休 那其實呢 那其實呢 因為它 它 是兩個概念 一個概念就是 是夠這個 年歲 年歲就是55歲 那第一概念就是夠工齡 那因為以前呢 我們警隊是 是有得加 加10年加4年 就是我們也享受過 10年加4年 那當時呢 如果做警隊服務呢 48、49就已經可以是 滿工齡的退休 那你試看今天 今天那個大家健康的環境呢 48、49 你叫我回家是很浪費的 那再看回歐洲地區呢 那就是為因這個經濟危機 有些是 退到六歲才可以退休 那 譬如你蒲國六歲 那你 澳門那些 那些 就算現在是 遲了少少 即是50歲已經夠工齡了 那相對來 你算是 都可以年輕 就是它 有心有力 那可以呢 就是繼續為這個警隊 為澳門社會服務 那麥議員請放心 我們正在安排著 就是晉升那裡 升三個總長 五個副總 總括來說 就是陸續有力 升級 做好這個 梯隊的安排 那關於這個 警員的流失率呢 就是 因為是自然流失 就是 自然流失就是 就是 有些退休啊 有些是 轉工啊 就是轉去施警 都不少的 那有些是轉去施人工等等 或者轉去做文職 所以招聘的時候呢 在這個體能要求呢 就我們入 就是 考這個招聘試的時候呢 就會彈性處理 因為現在的年輕人 很多時候 摸著電腦 摸著手機 就是 相對是 可能少了時間 進行這個體育的操練 但是呢 我們八個月訓練的時候呢 就會要求他 強化他那個體能的操練 那他 畢業的時候呢 他的體能一定是要達標 要不然呢 就會 排除 就是會 淘汰出來的了 那提到這個房屋方面呢 那我想如果用 更加宏觀的角度來看呢 就是 澳門中產階級呢 可能是 就是 有些兩頭不到我 的 的情況在那裡 那這方面呢 就 我們會 和 處理這個房屋政策的思長 是溝通的 就是 講述 就是 我們 警員 包括中產階級 在這方面的情況 那 那現在 那現在 班警員的工作是每週四的四小時呢 就有權收取那一百點的 增保性的報酬 那 那 那公職金制度 在2007年 2007年 到呢 在貴會裡通過 那 也都是有 對於這個 保安部隊人員 和海關呢 有這個 獎金的制度 就是 有別於這些民職人員 有一個 獎金的制度 服務滿 一段年期 是一個獎金 那 那關於這個特別假期呢 可以講 這個退休金制度 和這個特別假期制度 是 是屬於這個一般法的 那 那 我們 保安部隊和人員 是 雖然是特別職情的 但是 有很多種情況呢 就是 休假 退休啊 假期啊 等等方面呢 是都要跟回這個一般法 那 那一般法呢 就由第二個範疇的司長 是進行的 那這個 這個 公積金的法律 在這裡呢 貴會也都是 高票地通過 相信呢 也都得到社會 大部分人的 共識 這方面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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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那 那 就是 那 那 他是 他是 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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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止有些警員做一些不法的行為 唐宇成議員提到增加人手的需要 其實我們是 以保安部隊來計算 兩年我們可以做到三期 兩年做到三期 如果做到200人留下一期 而多人投考的時候 可以說兩年就有接近600人 即每年300人左右 就可以舒緩人手方面的壓力 但可以提一提 在這方面我們向政府爭取人手 都是要很努力的這方面 關於長縫方面 現在調整了長縫制度 對於司法官有長縫制度 另外對公務員 如果因工受傷 也可以享受長縫制度 所以我們保安部隊的人員 如果委員工商也有退休的保障 這裡他們可以放心 我提提福利會做了什麼工作 例如去年這個善風大廈的事件 福利會即時騰空幾個單位 給善風大廈居住的警員 因為他們也是警察福利會的會員 使得他們暫時有個安樂窩 可以放心上班 福利會亦都是向政府爭取到洗衣津貼 就是洗軍裝的時候就有這個補貼 可以對他們的移用方面有好的影響 福利會也舉辦一些公餘的活動 至於房屋津貼 因為屬於一般法 也有第二個範疇的司長是掌管的 關於警署方面 我們也有計劃 將很多警署更新擴大等等 至於我們人員在澳門犯罪 除了澳門社會和經濟的迅速發展 澳門國際化程度不斷地提高 以及博彩留業的蓬勃 吸引很多人來澳門消費 房屋人數持續增加 不排除有些人士來旅遊之外 從事其他不法的活動 因此外置人士在澳門犯罪 我們是有一個高度關注 在澳門預期逗留和犯罪的外地人士 有關部門會送給治安警察局 出境事務廳處理 出境事務廳會盡快安排有關人士回國 其中沒有經濟能力購買機票 或者遺失了旅行證件 所以出境事務廳就要幫他買機票 或者幫他拿回國的證件 這些程序需要一段時間 有時候我們會發行街址 給有關人士去依時報道 沒有遵守 沒有遵守報道的人士 我們出境事務廳就會依法將它拘留 就會向法院申請延長的有關人士拘留的命令 就會拘留在這個 是一個統治北安新大樓非法移民的拘留中心 以待遣返 最近這一兩年每年都是遣返百多人的 這個拘留中心因為有國際公約是要跟 所以它的環境和待遇都是不錯的 要符合國際公約所規定的標準 去年有兩千八百萬遊客 今年一至十月有兩千四百多萬 我們把關 對某些國家 即南亞、東南亞國家 採取預先簽證的措施 它入境之前會有一個審查 審查OK才會給它入境的 我們治安警察局也會跟各個領事館聯繫和溝通 有需要的時候希望他們加快發出這個回國的證件 令到這些駕駛街市人士盡快地離澳 針對執法工作的新形勢 警方要採取一系列措施以保持執法效率和質量 確保治安穩定 除了增加各區的巡邏密度 也加派便將警員進行監察和偵查 這個區留中心 2013年1月至9月30日 就是195人 法院批准延長區留人士190人 成功遣返就174人 這些是有關外地人士來歐犯罪的情況 吳國昌議員提到發財包掉頭的問題 或者稍後請治安警察局局長回應 關於賭場黑工 其實賭場的黑工 司法警察局會通知勞工事務局處理 吳議員提到立法議員街的機制方面 多謝您的意見 我們會拿回去加以這個考慮 因為這個勞工事務局 現在成立了一個跨部門工作小組 有治安警或者其他部門參與 在這個修法方面 他們有他們的構思 我們將這個意見 帶回到這個勞工局的跨部門小組 至於6月30日那個示威遊行 可以說我們身為警方是執法 我們也是依法施政 依照這些法律 基本法 我們是尊重遊行和示威的權利 可以說如果某些遊行人士 他們認為他們自己的權威 即是遊行示威權受損的時候 可以向這個司法機關告訴 昨天已經說了 今年司法機關是數次 要求我們對某些行動的解釋 我們也是吸了這個解釋 相信他們也接受我們的解釋 即是解釋得很滿意 至於這個示威方面 即是當時警方進行一個拘捕 可以提一提的就是 他們司法機關的批示 是頭一個批示 他們的用詞就是用嫌犯 通知6名嫌犯 連這個歸黨的批示都是6名嫌犯 其實進行這個拘捕 我們非常重視 一定要一搏即中 即是抓得對的 不可以就違法的 否則我們警方就會有首尾要跟 即是會有非法的拘捕 那麼鑑於這個司法機關的用詞 可以看到 我們的拘捕 應該是 以司法機關的眼光看 是 它稱它是嚴犯 或者吳議員你回去想想 這方面的拘捕 那關於警察 入職是高中的 那所以呢 我們 招聘的時候 就對 自己人 也對家國人開放 即是我們的政策就是 能者居知 即是 越多人投考 我們就 好像買菜一樣 即是如果當客越多 我們買魚都可以多些選 有些新鮮的魚 這方面 也都是 希望它多些 有志青年來投考 這方面 或者請 智安警察局局長 謝謝 主席 各位議員 或者我 關於是 這個說黑工 包括就是 運輸業的黑工 我再提供些數字 因為昨天呢 我都回覆關翔人議員 就是我因為我 統計那方面 黑工那方面 就沒有分類的 那就 這個 發財吧 我們今年1至10月 是總共巡查了 就是5千多架次 那今年頭10個月呢 黑工呢 就是發現有224名 其中 從事運輸業的 的黑工呢 是17人 那由此 可以看得到 我們打黑呢 是 方方面 的黑工呢 都是 有進行這個是檢舉的 就包括呢 就是運從事運輸業 那個是 非法工作的 多謝 市長 有沒有補充 補充 補充 昨天呢 有些問題是未回應的 就 關於這個 電腦 電腦那個 串聘那裏 其實呢 是 一部功能比較強的電腦 還有一個軟件 那這個電腦的管理系統呢 是調查這個重大事件 還有支援災難資料分析 還有身份比對的電腦系統 就是它有兩個功能 第一個功能就是這個 調查 第二個功能呢 就是災難支援 那麼 那這個系統呢 那這個系統呢 會協助人員分析呢 犯罪的手法 而且提供呢 有關的數據 就是個案資料 進行深入分析呢 還有協助調查這個事務 那它也有第二個功能 就是災難支援 那麼追查呢 懷疑遇難的失蹤人士呢 分析感染 和懷疑感染傳染病個案等資料 研究患者曾經接觸的人物 前往的地點和病毒的傳播 那麼協助追查傳染病的傳播途徑 那麼這些這樣的電腦調查呢 是輪浮香港沙士時候呢 也都用過 多謝主席 現在追問時間 麥瑞權議員 多謝主席 司長 剛才有個問題 你未回答我的呢 我就是 你也解釋了一半 你說香港有個梯隊式的晉升機制 那澳門又沒有 沒錯啦 因為澳門沒有 那麼下面做得事的那班 升不到上去 他又很拼命 那麼你是不是可以 加些點數給他 即是沒有獎品 就有獎金 我就問這個問題的 即是加些人工給他們 行不行呢 那麼再講 可能剛才司長答的時候 不太清楚我 說建宿舍給紀律部隊這個意思 其實是跟九加二有結合的 不能拆開 九加二是吸引些人 考去保安部隊 那麼多些人考 你就多些人選 就多些人選 人才就多些 但是喂 你怕他夠時間就退休 不是啊 有一間屋未公園 有宿舍 那麼這個吸引 這個是一個整體的組合來的 是可以吸引人才 九加二吸引他來 宿舍是吸引他 留在這裏 因為你要薄升職加薪 你才可以買一個宿舍 計分制度 那麼這個是一個建議 那司長是否可以考慮一下呢 還有呢 另外一個問題呢 就是講一個 特別假期的權利的問題 其實呢 當日有三百五十人的保安員 在九十年代 就進入保安員 九一年就做為治安警察局 那當中包括有其他 就是享受假期的人的 那他們被剝奪 那就是有警察啊 海關啊 消防啊 保安事務那些 那當日他們的答覆 就是這樣講 就說 當時保安學員的培訓時間 是沒有計在這個 政府的服務時間裏面 而同時在訓練期間 但是在訓練期間 是收政府的那個人工的 那也有交這個相關退休金 那為什麼這三百五十人 不可以一視同仁 那有特別假期呢 那要是你政府 就當他是公務員 那為什麼訓練期間那邊 會有 就是不當他是 鄭安庭議員 多謝主席 多謝司長 那司長剛才都回答到 關於在警察宿舍的問題 那其實 為了警隊的福利啊 為了警隊的士氣啊 那其實也為了我們澳門人的 治安大局著想啊 這個警察宿舍呢 我覺得都是迫切的問題 希望司長可以 應該是不是大力推動 或者在你任界內 可以推動到這個警察宿舍 這個 令到我們每一位紀律部隊的士氣 可以提升一下呢 那這個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我還是想說回 之前很多同事都講過 關於吸毒問題 現在很多酒店 他的保安都很嚴密 可能超過十二點後呢 要拿房事才上去 那現在這個 這件事呢 還增加了在酒店吸毒的這個 隱蔽性 那我想問 師長呢 有什麼相關的行動啊 或者相關的措施啊 可以打擊 譬如在酒店內吸毒 但是因為現在 人手又不夠 但是一間酒店 可能已經有二三千間房了 那用什麼方法 和用什麼措施 可以令到 打擊這個吸毒問題 隱性吸毒問題呢 那 在這方面呢 我也想聽聽師長講一講 還有呢 我也想講一下 賭場保安的培訓 那現在 我們賭場這麼多了 那 保安人員的質素 禮貌 專業知識 那有沒有 有沒有作為一個 統一的標準 和統一的規範 或者是 你有你做 我有我做 但是 如果不夠人 那怎麼去做呢 那有沒有 師長有沒有一套方法 為了我們的 國際旅遊城市 可以規範這些保安員 這些保安員 有沒有專業的註冊制度 是不是作出規管 作出培訓 那在這方面 我想師長回答一下 多謝 郭昌議員 再提出 高等警校那個進入的條件 是不是應該主要 以我們的警員為中心 就是讓我們將來 新一輩的 警察領導層 是能夠有長期的 警員的經驗為主 也都給現役的警員有 是有好的期望 對於 六三年的事件 在這裏也都提醒 司長方的考慮 因為 六份的警察院規檔 規檔批示 大部分指出 警方為了反對在西望陽花園集會 而提出的多項理據 都沒有得到終審法院的接納 而相關人士 不單止沒有被提控 是警方提出這麼嚴重的罪名 甚至很簡單輕微的罪行 也都沒有被提控的 司長應該考慮一下 最重要的是 司長聽了剛才 是治安警察局局長的答覆 他都搞不清楚 也都不能夠正面回隔 究竟就是這些 發財巴 在山北館地帶繞一圈 是不是就可以避免了 那些特別駕駛執照的人士 過屆勞工這個罪行的指控 是可以 還是不可以 都答不出 在這種情況之下 會傳達一個很恐怖的訊息 再告訴警員 很可能 局長的意思都說 只要繞一圈 就逢止在海岸那裡 撐不到國界司機 就是會有這個訊息出現 也都被人覺得 就是說 警察局局長 是不是跟那些發財巴 都已經有個共識 就是用這種方式來運作 也都是長期知道這種情況 也都不會有任何書面的報告 提供給交通局 或者是勞工部 去關注有這個漏洞 這個可能不是漏洞 其實你可以批發的 但是要局長 口頭解釋似乎 就是說他繞一圈 就凡是不用執法 是不是這樣的情況 那施長呢 希望你注意 不要太過心安利得 因為你心安利得 我們澳門市民 不是跟你這麼心安利得 有出有功勞 還有品行量好的 當然要計算年紀 就是這些方面 年紀都是考慮的因素 我們會晉升這些人士 剛才已經說了 是會升 明年即21號升三個警務總長 五個副警務總長 有需要的時候 就會再任命他們參加 就讀指揮領導課程 就是培養 將來接班 這方面 至於這個點數方面 我們沒有這個構思 沒有這個構思 因為他應該升了官 升官 又會讀指揮課程 就遲些會前途無限 所以這方面沒有想法 關於這個特別假期 其實要看法例生效日 你一般法的 是何時生效 有一個deadline 是關於之前或之後 哪些是有權 哪些是沒有權 那我們是 我們是執法部門 就會進行這個處理 如果日期搞不清楚 就算是相多財政局 財政局也會進行檢查 就是以之前和之後 之前的有權 或者之後的無權 它也不會支付有關的機票 幾個部門 就有 Cheese elimination局 它有福利會 賴清潤局也有福利會 海關也有福利會 施警也有福利會 施警也有福利會 所以如果 只是 Norman 警察局 搞這些警察的房屋的時候 其他部隊和部門就會看著 所以最好都是各司其職 关于防毒政策 由其他司统筹防毒政策 我们就会向他反映中产阶级住屋的状况 蒋安婷议员已经提到吸毒问题 或者稍后请司法警察局局长 回应这些吸毒问题 酒店保安 隐性吸毒等等 另外一个问题就关于保安员 保安员其实就是由 这个稳安警察局情报厅 有一个小组监管 对于他们的开设 他们开设就要遵照一系列的标准 或者他们保安员所着的制服 都要送去治安警察局审批的 也有这个考核 或者稍后就请治安警察局局长 讲讲保安员 申请拿牌照 如何考试方面 关于吴国昌议员提到这些问题 重新一次就是我们尊重这个游行的示威权 如果任何人士对于自己权利受损的时候就可以进行这个告证 好 现在请黄小泽局长 多谢市长 主席国下国议员 首先是多谢郑安庭议员的问题 随着澳门独採业的发展 游客的增加 在酒店吸毒的问题确实是有的 但是我们去2009 即17、2009号法律当中 其实有一条是规定了 就是容许他人在公众或者在会地方 不乏生产贩卖或者吸食麻醉品和精神欲物 这样一条的犯罪 就是说如果是身为酒店场所或者同类场所 那去这里面的所有人 经理人 领导人 那他如果是容许里面的人士 进行这个贩毒或者吸食毒瓣 那最高是可以判处百年徒刑的 那所以有这一条条文的规定 使得这些酒店是一定要 去有义务去配合警方的调查 那我们这么多年来 和各间酒店的合作是非常良好的 那我们也是通过一些毒瓣犯罪的讲解会 向这些酒店的经理人和工作人员 去进行培训的 那而且呢 向他们提供了很多的宣传单张 和有关的指引 那实践是证明了 就这个盛效是良好的 因为这么多年来 有很多的酒店的领导人 都会及时这样将这个 就是发现毒瓣犯罪 或者吸毒的器具 这样的一些迹象 随时通知警方 使得我们的警方 是去酒店的场所 多次是侵破毒瓣犯罪 贩毒也好 或者吸毒也好 是有很多成功的例子 多谢 请自行计划局局长 讲关于保安员的问题 澳门从事保安行业 保安员是需要持证上纲的 而这个证呢 保安员证呢 是由我住安警察局情报厅发出的 那首先 如果一个人他想当保安员的话 他要经过我们的考试 那么我们也都会提供 是相关的培训火情 给他有一个基本的 当保安员需要具备的 基本的知识 那么在这一方面呢 我们是严格地去把关 发这个是上纲证 令到每一名呢 就是保安员呢 都有上纲的资格 有足够的资格去执行 他是保安员的工作的 多谢 师长有没有补充 我或者是 答不答昨天 还有些提问的 那施家林议员提到 加油站的问题 其实加油站就 他营养的时候 又要得到这个 公务局的批准 要得到这个经济局的 批准这个牌照 当然在这个批准之前 要听取这个消防局 和这个燃烈委员会的意见 经过我们消防局的检验 就是认可了 他就达标 才可以批准这个牌照 所以请大家放心 这些油站是达标的 是没有这个大的问题 关于施家林议员提到 简化这个监力外人手 或者请监力局长提一提 我们新监力设计的程式 是怎样可以简化这个人手 多谢市长 主席 各位议员 我简单回应一下 关于人手的问题 我们其实看管在囚人 的人手可以分两部分 一部分是比较静态的 在仓区里面做看守 那些情况下 是一个同事 可能同一时间看几个在囚人 是比较多的在囚人 另一部分 就是动态一点 就是我们压送 压去法院 压去检察院 压去医院 那我们新加坡的设计 我先讲静态方面 新加坡的设计 我们是用了一组叫单元式的设计 其实在同一个地方 可以看管两层的囚区 所有的在囚人 我们的设计理念 是以减低在层 在家屋流动活动 来做一个设计的主概念 那就是说我们在省更多人手 可以减少在家屋内的压送的问题 另外就是 还有可以在夜晚和夜间 同时可以得到充分的休息 也可以执行他的職務 我们在新加坡的设计 至于动态方面 昨天施元提到 就用那个比喻就是说 一个用医疗和对市民的比喻 其实我不是这么认同的 因为我们一个在囚人 出街的时候 是要三个同时去负责压送 一个是开车 两个是看住的 所以人越多 发言越多 或者我需要的人越是越多的 一天来来回回 检察院 法院 刑庭 医院那些来回回 我们今天是成本很高 这是社会成本来的 多谢